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懶人包系列課程裡面呢 有分網路行銷懶人包還有影片行銷懶人包 那這次的合購價非常的優惠是因為 影片行銷懶人包在明年的1月1號才會發表 那裡面的這些課程呢其實都非常非常實用 因為呢為什麼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在YouTube從2009年開始啊 一直去上傳影片到YouTube去 那影片行銷懶人包裡面呢 有講到一個YouTube的影音平台操作和行銷 那我會發現就是在行銷的過程中 會用到大量的影片行銷 所以為什麼會把影片行銷懶人包呢 也包含到我們的懶人包系列課程裡面 最主要的目的是因為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免費 而且免費 那免費效果到底好在哪裡 我給你看一下我個人的YouTube頻道 這是我個人的YouTube影片 這邊有一個我的頻道 在影片行銷懶人包裡面會講到這些東西 那我這邊現在講一下為什麼它好用的地方 在我的頻道點進去你會看到我的訂閱人數 目前有2310個人 那意味著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每次我發表一篇影片上去的時候啊 這個2310個人 他們就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 就是告訴他們說 有影片新發表了喔 有影片新發表了喔 我給你看一下 像這個畫面呢 就是我自己去訂閱別人的YouTube頻道 然後你看它就會發一封信告訴我 因為我訂那個雙語TedTalk的這個頻道 然後它就會發一封信給我說 防禦請查看您訂閱的頻道 於2015年10月20日上傳最新的視頻 所以呢 只要是我的粉絲訂閱 訂閱人數目前2310個人 這些人就是有訂閱我這個頻道的人 那你只要上傳一個影片的時候 他們就會自動像剛剛這封信一樣 會自動發電子報給對方 所以這是一個免費的電子報系統 非常非常好用喔 你根本就不用花錢去租用別人的電子報系統 像Garris Bonds一年一個月就要最少 一千個名單就要15塊美金嘛 和台幣就450塊嘛 460塊嘛 很貴啊 每個月付每個月付一年付好幾千塊 甚至破萬然後一兩萬塊 名單越多就越貴嘛 那這個是免費的啊 那你只要發一個影片 那就會有2310個人會收到電子報 所以如果訂閱的人越多 那你的曝光率就會越高 那你看觀看次數有366,829人次 有這麼多人了 那訂閱的人是2310個人 可是為什麼觀看次數會有36萬 因為有很多人是沒有訂閱的 所以他普及的程度會很廣 而且都是免費的 那如果你不會去做影片的話 你就少了這麼一個很棒的免費曝光管道 然後你再點擊一下我的影片管理員裡面 這邊就會看到我所有播放的 我所有的影片 所有的影片 然後呢 我這些影片呢 你會看到右邊呢 有這個前置符號的 叫做引力影片 就是引力影片 什麼叫引力影片呢 就是我點一下編輯給你看一下 這邊有個引力按鈕 那透過廣告引力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現在播這個給你看 你好我是劉奶爸 好仔細看喔 網站的銷售頁要怎麼製作 網站銷售頁呢 就是決定了客戶如何付款的方式 所以銷售頁非常重要 我要暫停一下 這個就是廣告 那等於說我登出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我可以讓他 我只要勾選剛剛那個引力按鈕的話呢 那我的影片就會跳出廣告 那跳出廣告有什麼好處呢 跳出廣告好處就是 只要有人點擊了這個廣告 那你就會賺到錢 你就會賺到錢 這個就是他的引力功能 只要有人點擊這個廣告 你就會賺到錢 那如果人家點擊的越多 那你就會賺到越多錢 像有些影片啊 是拍譬如說像 看見台灣類似的紀錄片 或者是養生的啊 脊椎保健的啊 他們一個月的收入都有破五萬塊以上 可是呢 他們的影片都有好幾百部 在YouTube上面流傳 而且點擊率都非常的高 點擊率都非常高 那我自己曾經有一個點擊率很高的影片 好就是這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 是我在錄製單眼相機的拍照秘技 光圈快買ISO值的搭配 我在2012年的時候上傳的 然後你看有七萬多個點擊率 好七萬多個點擊率 有七萬多個人來看過這個影片 然後底下很多留言喔 你看哇太受用了 謝謝終於搞懂了 哇非常實用有沒有 講解得很清楚 然後讚喔 所以呢 只要你的影片是做的有價值的 那就會有很多人去分享 然後裡面呢 你看這邊有個黃色點點啊 就是只要跑到這個黃色點點的時候 那個廣告就會跳出來 那只要有人點擊那個廣告 那你就會有收入 如果有很多人去點擊這個廣告 你看有七萬多人去看嘛 點擊廣告的搞不好就一千個 那你可能就會賺到幾十塊錢 那你就覺得這個好少喔 可是你其實我們並不是 網路行銷來講 其實我並不是以這個來盈利啦 只是順便而已啦 順便而已 那我就喜歡做影片去分享 那做影片去分享我最大的目的 並不是去賺這個廣告費 而是呢 人家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對你產生興趣 然後就會連到你的網站去 進而去了解你在賣什麼商品 那我登的很多影片都是跟網路行銷 教學相關的 那人家就會連回來看 那我到底是買哪些商品 就是因為這樣子喔 所以影片行銷很重要 就是它讓我帶入了很多 像這樣就七萬多個流量 那我影片這麼多 所以其實我的流量 就很高很高 都是從YouTube帶進來的流量 非常的多 這就是為什麼 影片行銷懶人包裡面呢 我會講到一個第三堂課程 YouTube影音平台操作和行銷的方法 那我們 如果你今天幫我們轉分享這個影片教學 給大家知道的話呢 我們明天還會再給你更多的教學 影片介紹一下 影片就麻煩到一個部份 影片去治療 影片可以進到 writer下 影片就收藏一下 影片影片已經快點了 影片被支援 影片可以每次按一下 把影片都倒入 影片中間 便利用著 Jamie 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